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關稅給中共帶來毀滅性影響 北京當局急切達成協議 美國副總統彭斯批評中共 以法律架構讓華為等中國企業 竊取各國機密 面對中共一國兩制 意圖併吞台灣 柯文哲卻認為 什麼都不要回應 對此賴清德直斥 駝鳥心態 沒辦法守護台灣 5日31日是報稅截止日 今年政府推出網頁線上報稅 並寄出減稅大紅包 讓民眾報稅相當有感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